不知道啥枪还有啥防具 主打一个天天由命 来吧 准备好了 这么吓人哪 别告诉我又两个头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不要头啊 你看 惊起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这是我平时敢想的吗 普通六甲都谢天谢地了 刚六甲是我敢想的吗 那么好 再来把好歹的枪 刚六甲不得配把好歹的枪吗 这个带定 还有个箱子 这下怎么选啊 都是不上不下的水平 防具肯定没悬念了 刚六甲还有普通六头 枪呢 我琢磨了一下 还是他吧 又能打榴弹 主打一个啥都会 也不知道我在期待啥 自从上次报了机 每次打boss都很期待 不过至少一把粉枪都是稳的 知道了这个消息还能不打吗 果然报了个粉 不出意外一把S12K S12K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凭啥他突然就烂大街了 嘿 你看 小地图 明白了吧 有人要倒霉啊这是 那可真是太不凑巧了 不会吧 他还想挣扎一下 怎么这么天真呀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勇敢的面对他 不就成何一次吗 就当买个教训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拿下老鹰抓小鸡的感觉 一瞬间我全懂了 原来是个狱仔啊 此时的他感到很无力 没事 马上就有人要去陪他了 你看 送上门了 怎么样 脑瓜子稳稳的吧 接下来你又该如何是好 算了 先不跟他一般计较 慢慢来 温水煮青蛙 看他接下来怎么办 既然如此 那就不客气了 但是再客气一下也不是不行 容我加个血 有的是办法折磨他 我不着急 这招你又该如何应对 可以了吧 插翅难飞 慌了吧 越慌越容易出错 直接给他吓坏了 慌不择路了吧 怎么能去下面的你 这下彻底凉透了 然而没用 这家伙也是刚进来 箱子还没来得及开 纯粹是被智商拧压了 这个地方超级肥 不然我怎么一定要拿下 连续两根金条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下更厉害了 狗杂也就算了 还精致的 对比现在就把枪伤害 提升一个档次 我看谁又来了 你确定你准备好了吗 拿来吧你 上 别挣扎 越挣扎我越兴奋 他好像有点找不着北了 不至于吧 终于掉装备了 还没少掉 他好像除了甲全没了 这么悲哀 而我也有762高爆了 这个地方之水 箱子又多 不然怎么一直有人呢 你听 又一个 这边等你呢 拿来吧你 拿下 这不延长枪管吗 给我狗杂准备的 好人一生平安 枪就不要了 没地方 如此一来 已经扔掉两把粉枪了 我感觉还会有第三把 似乎已经出现了 搞定 这人倒是没掉东西 我也该好好开拨箱子了 不曾想这边隐约又听见脚步 一看这是个人溜 真行啊 暴子都不打 让他溜去吧 我把东西全拿了 然后再去解决他 这套组合拳下来 他肯定气得不行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嘿嘿嘿嘿 你看 我暴子打完他还没动静 这是一意孤行了 就要溜我 谁说也不好使 一个5G甲 一张黄卡 没用 还藏呢 是不是在这儿啊 好像不是 那一定是在那儿吧 猜对了 他动了 不动也不行啊 跟着他的脚步走 看我怎么拿捏他 你还想溜 又动了 人还没见着呢 半血没了 继续跟着脚步走 看他还有什么花招 脚步在这儿停了 没在 哪儿去了 不打药 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儿呢 还是太天真啊 拿下 这个老六真悲哀 第一次见面就凉了 行了 再把剩下的开一开吧 要大功告成了 金条真多 花不完 走吧 新满意足 撤退 怎么还不到400万呢 忙活半天 好了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明天见 拜拜